另外,假如不依赖一个单一的储备货币的时候,怎么办呢? 我都有一个提议,可以做一个亚洲清算银行。 这个就跟以前欧洲在50年的时候,有一个欧洲的清算联盟一样, 就是说,允许东亚的国家,大家用本地的货币来做清算。 这样就不需要过分依赖某一个主要的货币来作为储备货币。 当然这个也需要组织,需要再研究的。